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个好玩的新闻啊 台湾的民进党的赖清德与台湾维立法院的这个院长尤锡坤 连起手来守护一个中国 嘿嘿,此话怎讲 哎,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新闻的前提啊 这个新闻前两天跟大家聊过 那就是马英九拒绝参加台湾的那个伪民国的那个伪国庆啊 为什么呢,马英九自己出来解释 称啊,现在蔡英文弄的这个伪民国的这个伪国庆啊 有台独的嫌疑 因为啊,这个伪民国的这个英文 他翻译成啊,台湾national day 对不对,这就是个台独啊 所以说呢,我马英九我不来啊 马英九为什么这样来表达 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解释过 那就是国台办对于台湾的那个发问呢 你是台独呢,你还是反台独的同胞呢 对不对,如果你是台独 那就是我们解放军打击的目标啊 如果你是反台独的呢 那你就是啊,我们的同胞 然后中国国防部之前也提到了嘛 中国人哎,不打中国人呢 所以说呢,马英九的反应是最啊积极的 第一个出来表达,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这个台湾national day啊 这个翻译他有问题 他是台独我不来 而且呢,正在号召全体国民党的这些人 这些政客都不要去参加这个台湾national day 也就是那个伪民国的那个国庆啊 昨天这这个新闻延烧了几天之后呢 这个赖清德有所表达 这个赖清德啊,坚定的维护了啊 这个一个中国包含台湾的这个立法院的院长 尤其坤,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你看赖清德现在这个表达的这个方式啊 各位就会觉得特别的神奇啊 神奇在哪儿,待会跟大家聊 咱们先看赖清德啊,都讲了什么啊 赖清德看到这个马英九拒绝参加那个伪民国的国庆之后呢 赖清德表示啊 这个马英九说啊 因为蔡英文总统就任后啊 国庆日的识别标志啊 英语用台湾national day啊 但是马英九没有注意到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中文上面写着呢 这是中华民国国庆啊 我看到这个新闻 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真的是乐了 哎,一个台独工作者 竟然啊 对着马英九解释啊 你不要以为啊 我们在搞台独 你看那个中文 你看那个中文 对不对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哟 马英九先生 对不对 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国庆哟 昨天只把赖英德这个表达让我看到 哎,这个转变啊 那就一个激烈 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提到了 国台办对于台湾的这个发问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是台独 你还是反台独的同胞 马英九有反应 对不对 然后我不参加那个有台独先宜的 伪双十的国庆 不参加了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大家去看一看 那个民进党 有几个站出来 跳着脚跟你喊 我是台独啊 你解放军打击我吧 我就是台独 有一个出来这样喊的吗 你没有啊 结果呢 哎 马英九啊 不来参加那个委啊 民国的那个国庆 结果赖清德 人家直接说 马英九先生可能没有注意到 中文写的是中华民国国庆 民进党成了中国的守护者 成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守护者 你不觉得可笑吗 尤其是啊 大家如果稍微了解一点啊 台湾岛内的这个政治的话 你就会知道啊 如果这种新闻发生在之前 前些年 不用不用多长 也不用多远 大概四五年前 对不对 那在台湾岛上啊 只假如马英九四五年前 说我拒绝参加 拒绝参加这个委 委国庆啊 拒绝参加 因为你有台独的嫌疑 大家知道民进党 会怎么样收拾马英九吗 对不对 你这民进党肯定啊 民进党的习性上来就得依据啊 你不爱台湾 对不对 你竟然不爱台湾 你是中共的同路人 对不对 你有问题 你要出大问题了 你竟然不爱台湾 你还跟中共啊 同一口径 对不对 尤其是中共的这个委国台湾啊 刚刚对于我们访问 我们这个时候要跟中共对抗 跟中国拼了 跟中国拼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马英九 你现在不支持台湾人民啊 弄死你 你不来才好呢 你们别来 对不对 尤其是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这个陈水扁时期的这个台湾岛 然后的话 对于国民党的评价非常的简单 你们是流亡的政府 对不对 你们是一帮政治上的难民 你们从哪来滚哪去 对不对 你们这些啊 从大陆来的 你们滚回大陆 对不对 你滚回中国 这就是当年台湾岛内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环境 走到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同学们还看不到吗 还看不清吗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以消灭中华民国为主旨的民进党 走到今天啊 提醒着马英九 快看 有中华民国 我们是在做中华民国的国庆哟 对不对 坚定的守护中华民国 坚定守护一个中国 尤其是啊 台湾的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委员长啊 这个游锡坤啊 他也啊 对马英九喊了一个话呀 这个游锡坤啊 他称啊 他说啊 最近三年用台湾national day啊 是因为国庆活动包括各国啊 驻台大使和代表都会参加的庆祝啊 国际也会看 但国际很多分不清楚中华民国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里面的席位也叫中国 这一段什么意思 那不就是一个中国吗 其实啊 咱们从台湾岛内部啊 民进党的游锡坤以及赖清德这种表达 大家都可以把它当成啊 这个台湾的民进党正在回应国台办 对不对 那个问题吗 你是台独还是反台独的同胞 总而言之我们不是台独 总而言之 你看看我们在坚守着一个中国 对不对 只要有国际的场合出现 我坚决不给你玩两个中国 对不对 我一定是一个中国的 然后的话 为什么呢 一个中国谁的主张啊 一个中国谁的主张啊 民进党这些人对不对 咱们早到今天变成了维护大陆所提出的一个中国的主张的一个政党呢 出了大问题啊 大家一定得看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未来的台湾岛一定会出现一个奇景 这个奇景就是啊 某些啊 台湾岛的一些 一些啊 这个人物吧 比如说像网红啊 对不对 也有一定的流量 这些人肯定会啊 掉着眼泪啊 跟着大家来讲 对不对 都是台独骗了我 对不对 台独骗我 让我以为我不是中国人 结果我长大了 走到今天 我明白了 我是中国人的 我的祖宗 我的祖先在大陆啊 对不对 然后之前我干了那么多的错事 挑衅大陆啊 那都对不起 我错了 原谅我 掉着眼泪给你拍这个视频 这个人间的奇景 对不对 一定会发生 你看一看台湾的这种民进党内算是头面人物了吧 赖清德 游锡坤 这些人 抛弃以前自己的那个观点 抛弃的多痛快呀 这些人不是笨蛋 大家一定得知道 这些人不是说啊 脑子有多蠢 然后就是为了啊 反驳马英九才说出这些话 民进党 民进党里面一大堆的律师啊 大家一定得知道这一点 你看一看啊 这个赖清德啊 以前也是个医生出身啊 大家得知道在台湾岛内当医生啊 那真的是人中龙凤才能当啊 当律师在台湾岛 那还不算是啊 这个你要考什么法律系啊 那个分还是不如当医生的那个分高 为什么呢 这就是啊 殖民地传承的一个文化呀 以前你是殖民地的话 你是你是进入不了这个 这个殖民地的最顶腾的 因为你是殖民被殖民的人 对不对 你只能干一些啊 这个服务行业 服务行业里面最值钱的就是当医生 所以说呢 在台湾岛就有这种传承嘛 当医生啊 那个考的分那是极其的高的 因为你啊 这个读完这个医科之后 你再出来啊 这个就业 这个收入也是非常的高啊 所以说在台湾啊 这个能够当上医生的人 你说他是笨蛋 没人心 一个个的经得都跟猴一样 怎么走到今天了 哎 再说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呢 中文是中华民国的国庆啊 对不对 原来在台湾岛内都是国民党 这样来质疑 质疑这个民进党 对不对 你这个民进党 对不对 你英文上你竟然用台湾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搞台独 然后的话 你看看那个中文啊 那个中文上面写着中华民国呢 所以说我们是中国人 对不对 我们是中华民国人 对不对 台湾岛的一些网红 而且也特别喜欢做这种视频嘛 对不对 看一看 跟这个台湾民众啊 那个说 你看一看 咱们的这个护照上面写的是啊 这个ROC 对不对 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你是中国 对不对 台湾的网红满大街去啊 去去去问那些啊 台湾人 然后呢 你看看 我们现在进亚运会 对不对 使用的名字叫中华台北 英文写的是Chinese台北 对不对 Chinese你是中国人吗 对不对 这都是啊 这个台湾岛内蓝营最爱玩的 结果赖金德跟你玩 讲到这的时候 我要跟大家聊一个现象啊 就是最近啊 我在这个国内的啊 一些网站上面还看到了一些讨论呢 就是讨论台湾的这帮名嘴 对不对 这个是好的 那个是啊 稍微差点的 那种 还有一种 那是非常非常垃圾的 讨论的是以台湾蓝营名嘴为主 总而言之吧 再给这些台湾的蓝营的名嘴排个座次啊 对不对 大家都喜欢排座次嘛 谁最好 谁最棒 然后啊 这个这个名嘴好啊 最好的 那个那个名嘴啊 其次 哎呀 有一些名嘴啊 他是蓝营 但是他就是个华族 这些人都是垃圾 我在我看台湾的政论节目 我看了好多年了 我看痛了他们了 国内的一些啊 这个网站上面在讨论这些 我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好失望啊 为什么呢 这就反映了一种心理上的一个状态 什么状态啊 那就是寄希望于台湾岛内的舆论 因为你显得特别在乎台湾岛内 无论是蓝 无论是绿的 这样的一种舆论 绿的一骂 那马上心态就崩了 蓝的一夸 那马上啊 这个人是自己人 你是看不清楚 他们背后的利益的 他们为什么发生改变 你是看不见的 你越看不见呢 就越容易被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给你带了风向 带什么风向 之前啊 我跟大家聊台湾的问题 我是啊 特别反感 一直在反对啊 有些网友称国台办为贵台办 对吧 贵台办如何如何啊 贵台办就爱贵台 做的全都是贵台的政策 对不对 张嘴就是骂啊 这个国台办 张嘴就是回头就是骂自己人 我之前就讲过 台湾岛发生的一切的变化 两岸的此消彼长 它的根子在于大陆自己在努力向上走 大陆自己在努力向上走 是大陆各个部门配合出来的一个结果呀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很多同学一说就是啊 贵台办啊 国家太软了 对不对 就应该干他 干就完了 就那个激动的样子 干就完了 我们的全是这个这个样子 很多同学听着那叫一个新潮澎湃 为什么没人讲实话呢 那个时候我看到了很多这种舆论 我就真的是在问这句话 为什么没人讲实话呢 又喜欢啊 带这种风向 对不对 总而言之找坏人啊 找坏人 找的坏人全都是自己人 对不对 真正把 这是我以前啊 跟大家聊两岸历史 从50年代 台湾的飞机跑到大陆打空战 对不对 炸上海 然后呢 这个啊 在在这个90年代啊 在这个大陆的周边沿海 然后搞侦察 然后的话 到了这个1996年 然后啊 咱们这边导弹搞个演习 美国的第七舰队都得来旁边盯着 而且毁了当时的96年的导弹的这个 演习吧 毁了那一次的演习 然后一直到了这个围台绕岛啊 咱们的这个环台湾岛的军演 两次都在直接让美国人只能够在韩国 只能在只能够在日本那儿 远远的看着 不敢过来 对不对 这这个这个领岸这个趋势发展成了这个样子 结果呢 走到今天 很多同学还在寄希望于台湾的某些名嘴 到现在还是在看不清楚 然后的话 两岸到底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这种改变的根源到底在哪 对不对 然后根本就看不清楚 回头就是骂自己人 然后的话 有些奇怪的人带这种风向 导致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这种舆论之后 也会在想 对不对 也会在想 是不是我们太软弱了 跪台办 跪台政策 可能就是我们太软弱了 干他不就完了吗 干他干他干他 对不对 这个是 喊话是容易啊 但是发展起来难了 对不对 杀人诛心 杀人诛心 杀人狠一点呢 还是诛心狠一点呢 你看看台湾的民进党走到今天 变成了什么样子 中华民国的首富者 一中政策的主张者 对不对 怎么变成了这样子呢 是他自己良心发现了 开了天眼了 忽然间想明白了吗 当然不是 是因为这些人蠢吗 当然不是 原因在哪 他敢乱动一个事实 对不对 他自己也得求活呀 这些人对不对 这些人不是笨蛋 这些人也知道活路在哪 也知道死路在哪 你让他走死路 他不走 他把这个东西看明白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也就有了现在的这种操作呀 你敢承认自己是台独 对不对 原来天天的啊 对着大陆很用话 走到今天了啊 国台办问了 你是台独吗 你还是反台独的同胞呢 民进党哪一个敢顶啊 顶出来说我是台独 哪个敢出来 敢出来这么顶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不就是怕吗 太怕吗 惨了之后灭顶之灾呀 没人能帮得了台湾岛 现在美国人来得了吗 看一看还台湾 还台湾岛军演 两次军演 然后那个美国人的那个表现之丑陋 你是台湾人 你心都凉了 都在满心欢喜的等着美国爸爸来救我 你看看我们那么爱 这个美国爸爸 台湾的蓝营的那个名嘴黄伟汉 最近还在问啊 这个AAT美国在台协会的这个孙小雅 一张嘴就是我们台湾人 80%的人都爱美国 美国能够跟台湾建交吗 结果孙小雅 大手一张就是一嘴巴 我们美国的政策是一中政策 对不对 谁让台湾岛内部发生了这种变化 大家想你是台湾人 你看到这种趋势 你会这么想 你不怕呀 天天寄希望于美国人能来 美国人来吗 你看一看孙小雅 是怎么样回答那个黄伟汉的好吗 对不对 把这个东西看清楚了 你也就知道为什么台湾岛内部发生这种变化 谁愿意找死啊 有些同学对不对 看不见啊 看不见这个大陆这边做的这个努力啊 满脑子满眼睛看的全是台湾 到现在为止了 还在那排座子 啊这个蓝营的名嘴啊 这个讲的好 那个讲的好 对不对 这个稍差一点 那个他不是人 对不对 还在那排座子呢 真正看清楚两岸的趋势 你看台湾岛内部蓝营的名嘴 那就是开玩笑了 对不对 那就是个综艺好吗 真正造成这个大势的 而且不可逆转的是大陆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大陆发展的越来越大 越来越快 美国拿中国都没折 现在中美博弈看清楚趋势了吗 对不对 中美所谓的科技战芯片战 结果呢 啊 中国成了啊 芯片芯片产业的全产业链 现在美国都没这个能力 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个能力 芯片产业的全产业链的优势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也就是啊 这样的一种情况 谁敢轻易的惹你啊 谁敢跟你顶着来 民进党敢吗 看不清楚大陆的努力 张嘴就是啊 这个跪台办 跪台办 我只能说啊 就这种风向 真的是啊 就被一些奇怪的啊 人带起来的 然后的话一些年轻人 然后这个热血啊 一上头 对不对 马上也跟着走了 那害人吗 可能有些同学啊 这个时候又得上来出来说啊 你这个 你老五别听民进党解释了 这些人是坏人 这些人坏人说假话 当然了 我说他说的是真的了吗 我跟大家讲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要求活 他不愿意找死 才会讲出的这些话 对不对 哪怕他为什么 为什么喊出台独 你也知道那不是理想 那也不是理念 那也只不过是找出路的一种方式 跟大家解释过一百回了 对不对 老奖小奖 打下的基础 两岸的意识形态的对抗 对不对 大陆全是坏人 土匪 泥腿子 没好玩意儿 对不对 这种意识形态对抗 从老奖到小奖打下来了 然后到了后来八十年代的时候 台湾岛内部有所反思 没有办法反攻大陆了 打不过解放军 对不对 打不过解放军 怎么办呢 那个大陆啊 我们又没办法反攻大陆了 不能够以台湾为主体 统一中国了 那大陆又是一堆的坏人 那我又想离大陆远一点 那怎么办呢 我就喊台独嘛 对不对 我离大陆远了 而且呢 而且对不对 我大陆要统一我 我又我台独了 我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了 他就变侵略了 对不对 而且啊 我靠着美国 对不对 靠着美国 大陆敢打我吗 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就是当时台独发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呀 他是理想吗 他是理念吗 他也是假的 他也是奔着力而去的 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民进党 逐利的一个政党啊 对不对 他也是啊 知道死活 知道一个啊 算是啊 实时务的一个政党 对不对 然后哎 到了现在 他现在不敢喊台独 为什么呢 同样也是逐利啊 你把他的根源看清楚了 对不对 然后啊 台湾的未来会如何呀 从最开始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中华民国那是个违政权 那是个难民流亡政府啊 在台湾的这些外省人滚回中国滚回大陆 对不对 然后到了后来变成了什么呢 现在这个样子吗 对不对 哎呀 马先生快看 那个中文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国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我这个 呃 我们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的这个 韦国庆的这个场合里边 他有啊 有很多的这个外国的代表 因为外国代表分不清楚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说呢 哎 我就我就把它改成了英文改成了台湾 对不对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 他的席位也叫做中国 对不对 一个中国 怎么走到了今天变这个样子 大家把这个问题真的是要想清楚 对不对 那未来台湾会怎么变呢 敢说我不是中国人 我跟你拼了 对不对 很多同学一张嘴就是巫统了台湾 打他打他打他 我之前讲过 他巫统台湾的同学才是真正的佛心来的呀 真的是佛心来的呀 他不认自己是中国人 你逼着他啊 拿着枪顶着他 你说你是中国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当中国人 那是给他一条活路啊 你是拼命的拿活路给他呀 对不对 拿着这个解放军的生命啊 拿着自己的武器 拿着中国的国运 拿着枪顶着台湾人 你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对不对 这才叫佛心来的呢 对不对 拿着枪 拿着自己的命 拿着自己的钱 拿着自己的自己国家的未来 提醒他 你得求一条活路 真狠的是什么呢 让他自己清洗他自己的灵魂呢 自己说出来的话 自己一条条一句一句全收回去 慢慢慢慢的 让他反思自己 说出你想听的话 对不对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方法呀 很多同学看不明白了吗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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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各位啊